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司法社会层面的一种讨论 我看起来又稍微有点吃力 说句心理 他里面用了一些法律用语跟纽约现在的状况 看完之后呢 大概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 朋友你要想看 在国会山thehill.com 他现在是置顶的一篇内容 这是一个作家写的自己的一个论点观点 针对川普的裁决 在考验着整个纽约州的司法体系的完整性 他就讲述了 他说 这个案子的本身的最奇妙之处 没有受害者 这个钱赔给谁 你罚他五亿美元 给谁 政府拿走了 政府拿走了 这不对嘛 对不对 那你应该给人受害者 那只能说政府要他拿走 这给政府了 那川普肯定不敢 而整个故事呢 没有受害者 没有什么 那些受害者还在希望跟他做生意 说这是一个奇葩 这是纽约州的出现的一个完整的奇葩 但在法律上无懈可击 他这么说 他说在法律上无懈可击 就是他利用了法律上的程序 但川普的律师 基斯讲的很简单 这里没有法律 没有事实 就是你没有欺诈的事实 说这个 没法玩了 所以这就变成了 在纽约州的执法系统 纽约州的执法系统 就是纽约的总检察长 利用了纽约州的司法系统 法官系统 就把川普给干了 但他的纽约州 你不能忘记 这是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他是靠选票上来的 也就变成了 川普遭到制裁 这样的方式制裁 将在纽约州会得到很多人的高兴 他是民选官员 那法官的裁决呢 一切都以良知为基础 他说这就没招了 但他带来的一个隐喻呢 最具有杀伤性的 就是所有在纽约的生意人 甭管比川普大比川普小 都面临着等同的问题 只要川普这个事做成了 那今天的纽约州 就可以永远这么干下去 在法律上是合法的 他把它称为 这是发生在美国的法国大革命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这篇内容呢 就是他这句话 我听起来是呢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靠法律革命 香港那里头出政权 毛泽东说的 法律里面出政权 这是纽约州干 那他干嘛 打土豪分田地 没错了 那打土豪分田地 将直接摧毁纽约的一切 纽约是在美国社会中 最值得骄傲的 这么一个上百年的 一个发展历史的老地区 就是以他的经营 以他的商业 以他的自由和法律保障而著名的 结果今天法律 变成法国大革命的 砍倒的棒子 烧掉城市的棒子 那只能跑了 因为惹不起 就没办法惹了 对吧 那你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官 都可以找掉其他人的麻烦 大家听起来 这就是中国了 那对于美国人来讲 这就比较新鲜 所以他的提法说 要考虑到 纽约司法体系的完整性 他为什么这么考虑 他就说 川普肯定会上诉 川普上诉到纽约州的 这个巡回法庭的话 三个法官该怎么办 因为三个法官必须考虑到 纽约的繁荣 肯定要考虑到 因为谁都清楚 他这么干 就把纽约完全毁掉 川普的小儿子 在昨天就明确讲说 所有生意人只能离开纽约 这没有任何办法 对吧 他不能去违法 就是我把法庭砸了 那就革命了 对不对 那任何美国人都不会 就是对抗法律的 这是他很明确的一个 一个一条线 他不会去对抗法律 所以这是我想 在我们大家看到的故事 然后那他就提到说 从这点上说 可能纽约的州的上诉 巡回法庭的会保证纽约的司法体系的完整性 从而促成 就是会废掉对川普的判决 他说如果这不灵的话 那就肯定会上诉到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呢 他因为是来自于地方 最高法院要顾及到纽约州的地方法 这个巡回法庭 他不是联邦的 他会顾及到他的这种联邦制 就是因为他那边是最 州的联邦的最高法院 他说但是无论怎么裁决 他都会应该考虑到 这个国家的繁荣 就是这个州的繁荣 那法律不是用来制裁的 法律应该是用来保护的 那法律要用来保护的 这就出了问题 就是说川普的案子中没有受害者 没有受害者 只有执法者 那就是权 所以这就 他就出了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大概基本上他讲述是这样 所以他认为还是应该川普是有机会 当然这些都是站在不同的道德基点上去考虑 文章呢 因为他写的太理论 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 那重点 你要想看 有些朋友英文很好 你就到The Hill那去看 考验纽约的司法体系 介绍这个罪名 然后说人们在认为呢 法官说是川普的原罪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欺诈吧 大概是这样 那判决受到很多人肆无忌惮的这种庆幸 那是没错的 然后他就提到这是纽约州总检察长的一种功绩 然后提到说川普的损失呢 很大 对一些国家 比如说叫什么克罗地亚在那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这么多 那但是呢 法院承认 法院承认 银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损失过一块钱 其实被称为 被法院称为被欺诈的人 都跟川普做生意挣了很多钱 所以这就是 那至于说低估高估房地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说清 这是一个商业规则过程来的 那詹姆斯使用的纽约法律是很令人惊奇 因为他不需要受害者 每个人都在其中挣了钱 都挣了钱 然后川普被调查 这是最大的奇葩 没有受害者 都挣钱了 然后川普犯罪了 所以詹姆斯是在这个基础上去抓捕了川普 那而这个法官呢 在完成这个案 他说很完美 因为呢 他一切站在所谓的谋种规范上 所以他唯一的概念就是你必须屈服我 这就是权力 对不对 你必须屈服我 所以他说损害赔偿的规模更令人很荒谬 他说任何上诉法官都会感到很吃惊的 稍有良心都会吃惊的 即使是民主党任命的纽约上诉法院的法官 也无视明显的不平等跟不公平 美国最高法院也可以进行干预 所以这里面他提到最高法院可以进行干预 但是他认为呢 稍有良知的法官都无法面对这一切 然后他提到州法院解释自己法律 往往会得到很大尊重 所以这里面就像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就抓捕 对吧 无论多聪明 面对的是权力者的迫害 里面就引述了在 詹姆斯在大纽约州所引用的东西 然后这里面就提到说 那詹姆斯利用这样的故事 就把 把这个川普的大公司给接体 很难想象 其他的企业会到大苹果来开公司 你现在这种情况 你让苹果搬到 搬那去 他苹果肯定要 你让 你让这个 SpaceX 你让马斯克搬到哪 他肯定不去 所以他里面就说了 这个东西吸引新企业到这个城市 将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售庄园一样的简单 只能跑路 对不对 他说最高法院尽管各个法院受到尊重 法院偶尔干预 但是有关赔偿的问题 然后他里面就谈到了相关的一种赔偿企业 他特别提到了一个阿拉巴马州 当时阿拉巴马州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出现一个具体案 卖新汽车 新汽车呢 阿拉巴马州在运汽车的时候把车给蹭了 车蹭了之后呢 结果这个这个大概销售商就自己就把车给油漆了 油漆完之后当新车卖 但车蹭过就蹭过了 对不对 结果买主之后 买主后来发现了 发现之后就给告了 告了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那那就是卖方出现欺诈 对不对 这是肯定 本来他说本来呢 大概判四千美元就完了 赔偿金 因为油漆期了嘛 就完了 结果这个这个法院走着走着 法院法官自己给加码 加他四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 而阿拉巴马州呢 最高的惩罚金呢 是两百万 他的他最高法院把它降到两百万 但是这个案子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他仍然认为太过分了 就是那零售商不干了 说他们是蹭了气了 这是没错的 那也不值两百万呢 就说你不能太过度了 太过分了 因为他的最高法院就判了 应该就判了这个零售商获胜 就不能惩罚那么多 那原因就是你要保 你这么干的话 没人敢开门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找你麻烦 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 而这个状况他就提到 他就牛了说 如果在川普的案子中 没有任何人损失一分钱 但被惩罚五亿美元 这个就太过分了 所以里面他的中心就是说 最终豪一问 可能你要把川普给打成一个穿着破衣服 拿着一个 在这个县法院里拿着一点法律档案的活家 然后拿杯咖啡 他不知道上哪去 你就说你给他完全逼破产 而纽约是我们最古老最杰出的酒吧之一 他一直在尝试着抵御市中 利用法律追捕政治敌手和不受欢迎的人 现在进行测试 价值观是否能够超越川普 所以他有他道理 这是一个比较高级别的一种讨论 感谢朋友们 感谢观看